彰化有民众四号晚间要去逛夜市 结果途中行经北斗跟田伟时发现 夜空中出现六个不明的神秘光点 来回漂浮一动 吓得以为是飞碟 事后把影片PO到脸书 有网友看到之后笑说 是不是外星人在追逐 天庭在眼部待戏 而有一名强行办过活动的花衣店老板证实 其实这个是探照灯不是飞碟 民众不要自己吓自己 黑漆漆的暗夜中出现好几个不明发光体 而且是快速左右移动 数一数同一时间竟还有多达六个 在空中来回盘旋 骑得景象圈们民众用手机拍下 外星人啊 你看他没有任何规则啊 多个神秘光点也在同一时间 被驻在不同地区的居民给募集 就有人大胆质疑 莫非这真的是飞碟吗 外星人 因为我同学有讲过 他有看过外星人的飞船 不明光点出现时间就在4号晚间8点多 有民众全家要去逛夜市 行径北斗和田尾一带 就目睹天空有六个光点来回漂浮一栋 让民众直觉是看到了飞碟 时候将影片po上脸书 社团就有网友看了觉得毛毛的 但有人笑说是外星人在追逐 天庭在演布袋戏 还有人说上帝啊 又有人把探照灯误认识你了 只是到底这光点什么来历 就曾经办过活动的民众证实 这不是飞碟 其实就是探照灯 增加一个氛围 或者告知比较远方的人 这里在办活动 只是那一天刚好 阴层真的很低 真的就这么巧合 云层低加上有人打灯 无意之间形成人造的听闻奇景 也让看的人各自发挥想象 记得到我们的状况 参照